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邊界曲面篇 那這邊要先詢問各位,你有學過曲面的入門篇嗎? 那你如果還沒有學過入門篇的話 你可以到影片的底下,有連結可以去參考 我會建議你有先學過曲面的入門篇 再來進入邊界曲面篇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這邊也會建議你呢,也學會了多本體技術這一塊 那這兩個都學會之後,再來進入邊界曲面篇呢 你會更靈活的去運用它的 那這裡呢,邊界曲面篇其實算是曲面的一個進階 那它的畫法呢,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各位要先把實體建模的思維先拋開來 你可能一開始會不太習慣,那沒關係,我們慢慢來進入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物件呢,這隻狗呢 它幾乎都是用邊界曲面所畫出來的 那一開始你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去進入這種狀況 那最容易的是耳朵這個部分 這裡呢,就是一開始我等一下會介紹邊界曲面的特性呢 該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那怎麼做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首先呢,我先介紹一下邊界曲面的特性 那我們從曲面的上方列這裡會看到一個邊界曲面 那這裡我們還沒有畫出曲線的時候呢,是沒有辦法去選擇的 那你把滑鼠移過去,它這邊會告訴你說 在兩個方向的輪廓呢,產生一個邊界曲面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能要綜合一下我們所學過的一些指令 我們想像一下掃出 掃出它需要一條路徑加輪廓 那邊界曲面就有點類似這種狀況 所以你這兩條曲線呢,它必須要是貫穿的 或是有重合的,這樣子才做得出來 然後還有一點像是疊層拉伸 疊層拉伸,它可能你把其中一條線呢 想像是它的斷面 那它的斷面呢,不一定是要是平面的 你可以在三文裡面畫一條不規則的曲線 然後另一條呢,就是它的導引曲線 那導引曲線呢,你一樣是要連結到你的輪廓的嘛 你的斷面的輪廓 就是類似這種概念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我這樣講可能比較抽象一點 等一下呢,我會來簡易的示範給大家看喔 那再來呢,我來簡易的實際操作 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一些 那我用右側視圖以及上視圖 這兩個平面呢,來畫出的這兩條曲線 那該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首先我先用右側視圖 那我先畫一條曲線 那我先畫一條曲線 好的,我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那各位你可能會發現說 我是沒有給它尺寸的 沒有錯 在我們在曲面建模的時候 大多數是不會給尺寸的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這樣子我要怎麼去抓它的外型 好,那我這邊會建議你 像是這樣的方式 好,你可以畫出 中心線 好,那中心線呢,你可以去標尺寸嘛 那標完尺寸之後 你就 就藉由這個尺寸來 輔助你畫出來的外型 一般我們在做曲線的時候 可能是用這種方式 來把它 弄出來 有時候你可能畫完之後 比例是OK的 但是大小可能不太對 那可能再用等比例縮放才把它縮放 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這邊就 細節我就不在探討內 那我就直接先示範一下 邊界曲面該怎麼把它做出來 好,再來就是 我的另一條線了 那這裡呢 記得剛剛前面說的 要跟它做重合或是貫穿 好,也是很隨性的把它拉出來 好,看一下 我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好,讓它可以順一點這樣 好,當然也是蠻隨性的 我這邊就沒有給尺寸了 我就大概示範一下說 該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好的,那我們做完這兩條線之後呢 好,記得我們兩個方向的 這裡有說嘛 兩個方向的輪廓呢 記得是要分開的 你不要把兩個草圖畫在一起 這樣是沒辦法做的 好,這個重點就是在這裡 你必須要把它分開的 方向1跟方向2呢 兩個是要是分離的草圖 好,那我們就直接 我們畫完之後 它就會顯示了邊界曲面 這個指令 你把它點進去 好,你選擇方向1 好,選完之後 再選方向2 其實這樣就已經把它做出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按打勾 好,它就已經做出這樣的 一個形狀了 那其實呢 你可以再增加方向1或方向2 我把它進入給大家看一下 好,你不一定要只有一條 你可以 這邊再做幾個平面 然後再把 這邊的方向1呢 多幾個草圖 這樣也沒有問題 那方向2 啊,記得呢 你的方向呢 大約要一致一點 好,這樣子呢 你才不會有錯誤 那這邊可能還是有點抽象 沒關係,我等一下 後面會再來介紹2個示範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 嘗試一下 這種感覺囉 接下來呢 我要示範的是一個 鴨蛇帽 那這裡呢 有一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 就是用3D草圖 那其實邊界曲面呢 非常常使用到3D草圖 那其實它也很好用 我建議各位去活用它 那如果還不太會的呢 我等一下會示範一下 讓大家去感覺一下 慢慢的去嘗試它 那這邊呢 因為節省大家的時間呢 我事先先把它畫好 那首先呢 我先畫出這樣的一個外型 那我 這一個呢 是當做方向1 各位看一下喔 方向1 我這邊是有連在一起的 第三條 第四條 我方向1呢 畫了四個草圖 再來我要畫方向2 方向2呢 它是一個 3D草圖 那這個呢 就是連結了這四條方向1 把它連起來 是這樣的方式的 那各位 如果我還不清楚 什麼是3D草圖呢 其實3D草圖它就是在三圍的 它不需要去有平面 你直接這樣把它畫出來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裡呢 剛好都有線 可以去參考 就直接點選出來 那你如果 沒有線參考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這個空間上 點選之後 再去把它移動 那當然這樣是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樣的做法也是OK的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裡我都是方向2 我們看一下 方向2 好 那我先到這裡 我先把它 做出來 那這裡呢 我用邊界的曲面 那邊界的曲面呢 我就選擇 剛剛這邊的方向1 我把它選舉起來 選完之後呢 我們再點到方向2 再把它選舉起來 好 基本上選完之後呢 它預覽出來 就是完成了 我們就直接按打勾 好 打勾完了 我們就看到了邊界曲面 被我們做出來了 那 前底呢 它是一個沒有厚度的 是一個薄的 厚度是0的一個曲面 那當然我們後面呢 還要再做一個 厚度嘛 那我 再來呢 我來示範一下 鴨蛇帽的前端 好 這裡我就會用另一個 指令了 它叫做 填補曲面 那等一下我再示範給大家看 這一個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3D小圖呢 是在三圍裡面把它做出來的 我拉一下給大家看 它沒有平面 它是這樣的一個外型 其實是用手動這樣把它拉出來 這種方式也是可以的 那再來呢 這條線呢 是參考剛剛3D草圖做出來的 以及有一條導演曲線 這條導演曲線呢 一樣是用3D草圖這樣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裡呢 我就用 填補曲面 填補曲面呢 我們需要選擇一個 輪廓 那輪廓是要去封閉的 那這裡呢 我把它選起來 這裡是封閉的 選完之後呢 它這裡有一個限制曲線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導引曲線的方式 這樣把它選起來 那選完之後 這邊看你要不要去打勾 這邊就留給各位嘗試 我就大約是示範說 怎麼把它做出來 好選完之後就按打勾 那這樣子一個 簡易的鴨蛇帽呢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了 那這邊呢 當然還是要去做 一個厚度嘛 現在是 前面本體是不是實體的 那因為這邊呢 我是粗略畫出來而已 這邊還要去做調整 因為外型不是那麼漂亮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感覺跟參考囉 接下來呢 我來示範一下人臉的畫法 那這邊呢 一樣呢 我會做的比較粗略一點 最終做出來呢 會比較 沒有那麼漂亮 但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只是示範 粗略示範一下 用這種方式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剩下的呢 就讓各位去調整它 那首先呢 我一樣呢 先做出方向一 各位看一下 我是上下兩條呢 終點都把它連在一起的 我拉近一點 這裡是連在一起的 這種做法也是可以的喔 我做了四條方向一 好 像這樣子 再來呢 用方向二 方向二呢 就是3D抄圖 3D抄圖呢 我就是 靠著這四條線呢 做參考 把它連結在一起的 那我就直接一次把它顯示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那做出來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邊呢 還是需要去做調整 因為我是粗略示範而已喔 就大概這樣子來做給大家看 實際上做出來呢 這邊可能會有點奇怪一點 那就是因為 這個方向二的關係 方向二如果你把 這些導引曲線呢 弄好一點 它出來會比較漂亮 或者是說 你不一定要一次 要把這些 形狀做出來 你可能分 分開拆開做 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我會留在總結的時候 再來做說明 那我這邊呢 就直接示範一下 冰界曲面 直接把它做出來給大家看 那我一樣 跟剛剛前面很像 方向一呢 就直接選取我剛做出來的四個 選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選取方向二 把這邊都選取起來 好那這裡呢 直接按打勾 它就可以完成了 各位看一下 就跟剛剛我前面所講的一樣 這邊呢 看起來會比較怪一點 那這邊呢 就留給大家去調整 我這邊就 就儲略示範一下 它大概要怎麼把它做出來 其實呢 也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的 不一定要像一開始 前面所介紹的說 它是一個開放的 像是這種 把它封閉起來的 冰界曲面一樣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上下呢 都是 封閉起來的 那前底是呢 它裡面還是空心的 所以 如果我們要把它運用的話 一樣要把它實體化 要讓它變成實心的 這樣呢 可以 才能做後續的一些 運用 像是3D列印 那這邊呢 各位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邊界曲面 就跟一開始 前面我所講的 像這隻狗呢 大致上 都是用邊界曲面 所做出來的 但是 如果你 剛學會邊界曲面 要畫出這樣的一個公仔外型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主要呢 就是 邊界曲面的一些特性的運用 以及3D草圖的一個 導引曲線的運用 這兩個做搭配 再把它做出來 那是 有一點不容易的 那 最不容易的地方呢 是一個思維的建模 那這邊呢 畫法是相當多元 沒有一定的 那這邊呢 我會給大家一個方向 那就像是一個 多本體的方式 多本體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它是有多個本體嘛 那這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前面也有說過 我會建議呢 先去學一下多本體 這樣的思維呢 會 對你的邊界曲面的建模 是有幫助的 那這裡呢 也建議說 盡量的讓你的特徵呢 簡化一點 簡化的話 像這裡呢 我會做一些 拆件 其實是有很多個邊界曲面呢 所連接在一起的 用這種方式呢 把我們的外型做出來呢 我們會比較方便一點 在做的時候呢 也不會那麼的複雜 那這邊呢 當然還是需要一點 建模思維的一些建立 那這邊呢 就還是要讓大家去練習 你多練習呢 你才會有這種感覺的 那今天的 邊界曲面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你如果呢 有一些問題 那我還是建議 最主要呢 就是你要去練習它 你多試 多嘗試 你如果有 失敗的 你就看一下它這邊呢 它可能會給你一些 訊息說 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再去那邊呢 來做調整 這樣子呢 慢慢的慢慢的 把它建立起來 可能一開始學呢 會有點挫折 那是正常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過來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 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對 對了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